明星運動室和潤東罰球霸咖闖奇蹟 哇塞 三位大叔真是深藏不露啊 喂 原來是假冠籃喔 這個是我們在上海 組成的一個籃球隊 為什麼有主呢 就是因為 譬如說有主因為很多朋友們 都喜歡籃球 來自四面八方破 2015年籃球在你們的生活 很大一部分 我的一切 應該我也不會怎麼演戲了吧 應該就差不多了 演藝事業 噢 別嚇經紀人了啦 三位別顧著說嘴啊 下場比球技更重要啦 剛那個是練習嘛對不對 剛練習 現在開始 來 來 現在開始 Let's go Let's go 其實跟你講一個一個一個秘密 五球不是問題 問題是 何彼得 他最大的招門就是罰球 你們待會看就知道了 誰說誰 完蛋了 最後上場的 是被視為最弱的Peter 要不練三 吵不起你啊 乾脆 不用 我可以練兩天嗎 哈哈哈哈哈哈 好 有一球 不算不算 我男的第一球當然要算了 好好好 今天運氣不錯喔 有蘋果在不透翻牆 有蘋果在不透翻牆 運氣好耶今天 100分 100分 400 前所未有的 前所未有的事情 這是體壇 亞洲華人籃球界的一大奇蹟 Oh my god 我以前都投100進五耶 最後願賭服輸 處罰時間 要看鏡頭像 要看鏡頭像 聽嘴龍賴 我沒有辦法 輕鬆的 我沒有辦法 快倒